大學生三門必修學分 以世俗來講 就是課業 感情 社團 大學生有三種 這個叫什麼 夜三種夜 哪三種夜 夜店 夜沖 夜唱 這一定是很多大學生 他們都想要嚮往的 從國中高中開始被爸媽這樣捆綁 這樣子控制住 他們到了大學 他們一定說 我終於脫離自由了 我終於脫離爸媽的魔掌了 過了一年 他就覺得說 好像還滿自由的 到了大二大三 他們開始面臨到撞墻期 他們開始面臨到人生的失敗挫折 人生的道路該往哪裡去 他們頓時之間失去了 有些人他選擇自殺 有些人他選擇了 借酒消愁 有些人他選擇了 讓自己更愉快 來逃避這個現實 沒有辦法的 你們沒有辦法這樣 大學生沒有辦法這樣 來逃避自己 這是非常非常 我們需要去探討的一個問題 大學生該何去何從 現在社會 現在社會 低薪 高房價 高物價 畢業等於失業 大學生要出去 真的是要往哪裡去 不知道 所以我呼籲 在場的大學生 一定要參加這場聚會 5月22、23日 這一場聚會 這一場聚會 能夠給你真正的答案 真正真正給你 正確的安慰與答案 各位聽眾姊妹 這場聚會的重要性 超乎你所求所想 超乎你所想的 為什麼呢 教會的年輕人 或者說現在社會的年輕人 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 是未來社會持續 不斷進步的動力 如果這場聚會 能夠吸引千千萬萬的 年輕人能夠來到基督面前 我相信 在教會 他會復興起來 在社會 他會復興起來 在國家 他會整個復興起來 美國有一句話 叫做 美國有一句話 叫做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要說這場聚會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把一切的文化歸給神 謝謝 這場聖片 家在屬於 那邊 能夠 有 想要 鐵 雪 什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